猎王记下第十三章 由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二十三年 耶护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七年 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汴哈达的手里 约哈斯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 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 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伯安家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仍然去行 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 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 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沉沙 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码兵 十辆战车 一万步兵 约哈斯其余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哈斯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阿施揭许他做王 犹大王约阿施三十七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伊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仍然去行 约阿施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和他与犹大王亚马歇征战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 耶罗伯安做了他的胃 约阿施与以色列诸王 一同葬在撒玛利亚 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 浮在他脸上哭泣 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伊丽莎对他说 你取弓箭来 王就取了弓箭来 又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拿弓 王就用手拿弓 伊丽莎按手在王的手上 说 你开朝东的窗户 他就开了 伊丽莎说 射箭吧 他就射箭 伊丽莎说 这是耶和华的德圣箭 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亚府攻打亚兰人 直到灭尽他们 伊丽莎又说 取几支箭来 他就取了来 伊丽莎说 打地吧 他打了三次 便止住了 神人向他发怒 说 应当击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亚兰人 直到灭尽 现在 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 伊丽莎死了 人将他葬埋 到了新年 有一群磨牙人犯禁 有人正葬死人 忽然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 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 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 死人就复活 站起来了 约哈斯年间 亚兰王哈薛 屡次欺压 以色列人 伊和华 却因与亚伯拉罕 以萨 雅各 所立的约 仍是恩给以色列人 连续他们 眷顾他们 不肯灭尽他们 尚未赶住他们 离开自己面前 亚兰王哈薛死了 他儿子变哈达 接续他做王 从前 哈薛和约哈斯的父亲 约哈斯征战 供取了些诚意 现在 约哈斯的儿子约哈斯 三次打败 哈薛的儿子变哈达 就收回了 以色列的诚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